今天晚上 連火上司講這個諸行無常 剛好這個佛索阿彌陀軍 他裡面也談到這個無常的事情 第一個 講的是這個世間都是很苦的 我們不要再講這個世間很苦的事情 以前也都講過了 事實上無論你在怎麼樣子 好像在怎麼樣子有錢 身體在怎麼健康 名位在怎麼高 一切都很圓滿 但是還是有苦的時候 因為有的人會想要更加有 所以還是很苦 像有錢的人 他已經有幾千萬 他還要想要有幾億萬 所以還是很苦 已經有一個圓滿家庭的人 他還要想有兩個家庭 三個家庭 所以也是很苦 像師尊也是很苦 因為171025 永遠是17 香港那一棟房子也是17 法師那一棟房子是最好的 374千 不要羨慕阿 因為你怎麼樣子羨慕的話 你也抽不出時間還是很苦 身體不能做主 腸胃不好 看人家大吃大喝 你也很苦 有誰敢講 這個身體永遠沒有病 像我這個沒有時間生病的還是有病 我常講到美國來那麼多年 也有一次的感冒 三天的投醫 這也是苦 這個阿彌陀經講的 這個心念處啊 這個諸行無常 不但是諸行無常 還有心也是無常 今天很多弟子來皈依 皈依上師來以後啊 他們都好像在發誓一樣 永遠要跟隨上師 大家都是非常這個講起來 就是忠心耿耿啊 我覺得這個現象也不太好 因為只要有一點點一絲絲的 他本身的不滿意啊 你就慘 上師做的 九十九樣讓他滿意 其中有一樣讓他不滿意 那忠心耿耿就變成 講不下去 心是無常會改變 這個人的心啊 是會改變 田園蜜儀 這個Sweet Talk你也不能聽啊 早上還在喊 喊你喊你啊 晚上就禮貌 所以早上還在講說 哎呀這個上師很偉大 晚上就把歸證書推給你 這個就是表示心也是無常的 這個人的心是會改變的 以前我剛拜佛的時候啊 老實講我也患這個毛病 這個是人的心也是一種常情啊 人心就是這個樣嘛 我早上每天早上都要拜佛 對這個佛菩薩鼎禮 那有一次跟人家推算 我請示佛菩薩 佛菩薩跟我講的時候啊 跟那個人所遭遇的剛好相關 就是講起來不準確 也許是我的靈通有了錯誤 但是我就想說 奇怪啊 佛菩薩跟我指點的九十九樣都很準 怎麼搞得這樣不準呢 那天早上就沒有進到佛堂去拜佛 走過佛堂的時候還用白眼給他看一眼 給他衛生碗 這個不但給他衛生碗啊 而且還連續幾天都不誦經 實在火大啦就大罵起來 說都是木頭做的 台語講說 以前是這樣子的心也經常會顛倒 有時候修辭會認真一點 有時候就會懶 感應很深刻 我們修辭就比較認真 沒有感應呢 我們就離得很遠 這個就是心無常 心的變換 這個心的變換啊 變不完全指宗教方面啊 朋友方面啊 今天這個朋友跟你很好 明天就壞了 很好的朋友 這個心一變啊 就變成專門跟你搗蛋 破壞你的朋友 不過也有很壞的朋友 兩個人很壞的朋友 最後會變成好朋友 也有 還有男女之間啊 本來是啊 這個戀愛的時候非常的親密的 啊 男女的朋友 最後呢 專門在背後講你是非的 也就是這個朋友 啊 夫妻剛結婚的時候 都是非常親愛 啊 變成仇人的 非常多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心無常 這個心的無常啊 好像 你本來很正直的 突然間變得非常的貪心 啊 你本來是很有修養的 突然間大發脾氣 你本來是很聰明的 突然間做出一件很笨的事 啊 這個就是你的念頭 的變化 便不能永遠保持你這個念頭 永遠的正直 永遠的不生氣 永遠的聰明 假如我們了解了這個情形以後呢 我們 就要收這個心 你假如學會 能夠控制你自己的心 就能夠控制你的念頭 跟你的行為 啊 我們修行 就是要抓住你的這個心 你的念頭 跟你的行為 另外還有光法無我 就是要看世界上 所有的法 修行的法 都要有無我的思想 善法無我 好的法 沒有我 惡法 也沒有我 我們右手做善事 不能讓走手之道 像我們 好像上個禮拜啊 目見這個善法 那我們也請了這個記者先生 來照相啊 報紙上好像也登很好 這個是不太好意思的 因為好像未來登報紙做善事就不太好 不過 我們也有一個 也算是一種鼓勵了 我們做善事啊 先從這個好像 這個讓人家知道做善事開始也是好的 便不是不好 這個善寡 無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做善事的時候 你不要想 我在做善事 不要這樣子想 還有我的老師跟我講一點 當你在度眾生的時候 你不要想 我在度眾生 當你在修寡的時候 不能這樣子想 我在修寡 你把做善事修寡 這些事情 無為而為 就是無為而為 就是無為而為 無為而為 就是勇為 無為而為 就是便不想去要求什麼 然後我們去做 就是無為而為 像我們做善事 假如是說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們在做善事了 這個功德就是比較小 你已經偷偷去做了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已經做了 這個功德大 所以有所謂陽德啊 陰德啊 陰德的功德比較大一點 那最近呢 我就寫了一本書 開始剛剛開始寫 從大概昨天才開始寫 我在寫我這個前世本身的事情 就是說 我現在所寫的這一本書呢 是要講我前世的事情 啊 開始的時候 就是阿彌陀佛 啊 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事情 啊 講這個蓮華童子 怎麼從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媽哈雙蓮池 到這個人間來受苦 啊 最近因為 那個晚上比較近一點啊 所以在家裡啊 這個安靜一點 就把這個前世本身的事情 重新在記憶裡面 通通翻出來 啊 這其中裡面也包含了很多 這個阿彌陀軍 裡面的這個 一些的那個境界啊 跟他一些景象 通通都出現 啊 每天晚上 這個都到這個西方極樂世界啊 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啊 哎呀那裡實在太好了 這個很奇怪了 我以前 住在這裡 的時候啊 這個晚上都迷迷糊糊的 不清楚啊 現在住在新的地方啊 大概這個浮光照下來 心跟明鏡一樣啊 所以很多事情通通又造出來 啊 好像這個電影啊 重新重播一樣 我的前世啊 就像那個電影啊 那現在重新再播放出來 那寫起來非常的清楚 這個阿彌陀佛曾經啊 叫我說 你要到人間去走一趟啊 啊 這個觀世音菩薩也指示 你到人間去了以後啊 要慈悲 這個大四字菩薩講說 你到人間去啊 要好好寫一些這個知慧啊 啊 聽到這個三個菩薩講的這樣子 都大哭一場啊 啊 其中呢 我還 進到這個魔宮裡面 因為 好像要到人間了嘛 本來你坐在蓮台上面嘛 這個蓮花台啊 啊 坐得很輕鬆啊 比那個現在我們腳踩的地毯還輕鬆 這個可能是 聽阿彌陀佛說法太高興了 就把這個腳一伸 踩到蓮花底下 想不到這樣子一踩啊 你看 這個 這個地球就地震 而且 連魔宮都震動 就是天魔的這個魔的宮殿 通通都震動 這個 到人間走一趟啊 連天上的這個魔王都知道 所以 下層那一個蓮花童子 那個天魔派了幾百個天魔下來 啊 啊 怪不得 好像這個 我好像在這個 上家之前一樣 每天像上家之前一樣 這個豪之妖妖 這個將來還是會碰到 將來這天魔跟上師都會見面 這個故事啊 非常的長 等書一出版 你們就可以看到 故事是很長還是很長啊 很長啊 很長啊 你以為是我很長啊 啊 長已經過去了一些了啦 不要再長了 啊 我是希望啊 那個 能夠好好的這個樣子 很順心的繼續活下去 不要有太多的這個磨爛 因為我覺得 有這麼多的磨爛啊 已經活了半輩子 再有磨爛的話 實在是很累 跳 不過師尊也好一點 就是說 我已經等於 有很多磨爛來 我也都是不管他的 也是無所謂的 我就是無我 不過無論怎麼樣子無我 自己的親人欺負你的時候 就變成有我 這個 什麼人都欺負你 你都是無我 就是自己的親人欺負你 你就有我 可見 修行還是友情 便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境界 大家只要看到我的新書 這個 無形之通啊 就可以了解了這個 上師的這個心境 新的境界 在這個新的書裡面 我也很坦誠 談到了這些 無我的思想 我們學習了無我的思想 跟自然的思想 就比較能夠適應這個世界 假如你沒有自然的思想 你就是還有執著 假如你還有一點我的思想在裡面 你就還有痛苦 今天上師所以能夠 這個戰勝魔 不要說戰勝 就是說跟 魔做好朋友 一切都無所謂 就是因為有自然 跟無我的思想 希望大家能夠 領悟到自然 領悟到無我 你用自然 跟無我 就可以觀察到 這個世間的 這個諸形無常 跟心無常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